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31日 星期一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習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給房地產定調後 從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紛紛給房地產鬆綁 日前 安徽省合肥市放了兩個大招 銷售從7房改為縣房 取消供攤 這或許會成為未來房地產市場的趨勢 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表示 世界工廠是中國國運之所系 是中國國運的命門 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了 中國限斷供潮 上半年住宅法派房數量大增 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 大學生進場成唯一選項 中國教育該轉向了嗎 中共國荒誕的事情很多 最近南京和貴州發生的兩個小事 說不清楚是氣憤 可笑還是悲傷 讓人有種酸停苦辣弦 無味雜沉的感覺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老鄉別走 各地開始放大招 搶救樓市了 最近中共政治局會議定調適合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後 住建部明確表示要進一步降低首套房住房首付比例 降低貸款利率以及個人住房貸款 認房不用認貸等政策 各大城市也是紛紛跟進 其中合肥放了大招 推進現房銷售 探索取消公攤 微博公眾號中產先生撰文表示 現房銷售可以避免爛圍 取消公攤實際是變相降房價 這麼好的政策為啥之前不推進呢 幾個原因吧 一 老鄉不買房 現在的房價不是買不起 就是在觀望那個 反正不敢輕易出手 看中只願最新的上週成交數據 同比下滑明顯 即使環比 主要城市也是下滑明顯 二是 合肥樓市的問題 合肥之前說過合肥房價炒得太狠了 特別是賓戶政務 一鼓勵壓深圳 碾壓杭州的感覺 合肥這幾年雖然連續壓中幾大高新產業 成為全國的創投支撐 但是房價其實並沒有這麼大的支撐 前段時間還有炒房客建議救市 可見合肥樓市壓力還是不小的 目前樓市的情況就是這樣 老鄉不太敢買 但是地方下半年估計要搶救一下樓市 估計跟去年上半年一樣 花樣百出 各顯神通 就看老鄉買不買賬了 除了房地產 年終大會還有一個新提罰 活躍資本市場 那就是拉股市呗 下半年搶救樓市 再拉一波股市 老鄉就等你了 進不進場 情況危機 中國國運命門命軒一線 中國經濟過去20年高速發展的成因 臺灣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形容為 是乾柴遇到了火柴 就是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 遇到了美國的資金 技術和管理經驗等 得以釋放 造就了今天中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 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表示 世界工廠是中國國運之所系 是中國國運的命門 中國大量出生的人口在70年代開始陸續進入勞動年齡 並在90年代末達到高峰 這恰恰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遇 於是就成為一個巨大的勞動力紅利 可以說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歷史奇觀 結果就是一個巨大無比的產能的形成 這個產能不但巨大無比 而且在經理80年代的消費補課 和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家用電器消費推動之後 很快進入過剩狀態 到了1997年 國內95%的工業品供大於求 菜店 冰箱 洗衣機等家用電器行業 開工率不足30% 大量企業關停並轉 大量工人處於下崗失業狀態 或面臨失業下崗的威脅 於是就發生了下面這三件事情 第一件在90年代末期 推行住房商品化 教育產業化 醫療市場化 三化的實質是人為製造需求 原來不需要自己買的房子 需要自己買了 原來上學不怎麼花錢 現在需要自己花錢了 而且看病也需要自己承擔越來越多的部分 這當中的一些內容 當然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題中擁有之一 但在當時更直接的考慮則是拉動消費 擴大內需 第二件 本世紀初加入WTO 上面的三化雖然使得人們的消費支出增加了 但在家電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中 形成的巨大過剩產能問題並沒有解決 於是 就有了中國加入WTO的艱難努力 加入WTO對中國的直接意義是 把中國這樣一個大量過剩的產能 轉化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世界工廠 由此 中國也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 甚至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 對中國的衝擊都極為有限 第三件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有沒有別的考慮暫且不管 從經濟的角度說 解決過剩產能 無疑是其中重要的考慮之一 我們只要想一想當時的流行詞 供給策改革 去產能 去庫存等 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這三件事情都是與中國的世界工廠密切相關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此重要的世界工廠地位被削弱 會意味著什麼 我們一定要意識到 不要勞是三駕馬車 三駕馬車 一定要知道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國運之所系 所以 前些天我曾經說過 拉動內需 拉動內需 實際是沒有多大拉動空間的 要說需求的空間 真正有潛力的只能是外需 現在不是內需不足 是外需不足 不是消費疲軟 是出口疲軟 保住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至關重要 轉移到老百姓身上了 中國現斷供潮 上半年住宅法拍房數量大增 近日 多家機構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國法拍房成交數據 今年1月至6月 全國法拍房掛牌量24萬0636套 同比增長19.79% 其中住宅掛牌量達14萬5200套 與去年同期相比 全國住宅法拍房掛牌量同比增長35.59% 雖然成交量同比增長16.22% 但成交均價下降2.43% 法拍屋是指被法院強行執行拍賣的房屋 在中國40個大中城市 掛牌量最高的前三名是成都 重慶和南寧 分別掛牌5132套 4973套和2851套 在成交率方面 上海 杭州和寧波較高 均超過80% 但西寧 呼和浩特 蘭州和桂陽等城市 流排率都超過80% 雖然重慶法拍房市場較為活躍 但是重慶和成都法拍房的成交率 35.9%和38.3%都遠低於上海71.4% 深圳54.3%和北京52.7% 山東濟南一建設銀行副行長陳坤7月27日表示 現在除了北上廣山等一線城市能拍出幾套房子外 其他城市的流排率都較高 關鍵是大多數老百姓沒錢了 房子拍賣不出去 銀行貸款回收不上來 經濟也就循環不起來 陳坤說 如果工程爛尾 工程隊就無法償還欠銀行的錢 購房者拿不到房子 但也得按約還房貸 即使購房者棄房 把房子抵押給銀行 那麼剩下的房貸也得還 否則按失信處理 所以很多人選擇維權 但各方互相推違 問題很難解決 2022年1月14日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韓富玲發微博表示 斷供潮來了 2022年剛開年 有20名房主因棄房斷供 遭到四大銀行起訴 恒大地產公告到期債務和逾期商票共5320億 7月28日晚間 中國恒大集團公告披露未能清廠的到期債務情況 截至2023年6月末 恒大地產涉及未能清廠的到期債務 以及與其商票總計約5320億元人民幣 公告顯示 截至2023年6月末 恒大地產標的金額3000萬元人民幣 以上未決訴訟案件數量共計1875件 標的金額總額累計約4294.07億元 7月17日晚間 中國恒大在港交所披露的年報顯示 2022年和2021年兩年間 該集團竟虧損合計8120億元 負債總額高達2.4萬億元 天峰證券地產研究團隊此前發布的報告中提到 2023年 中國房地產行業境內債到期規模約1.99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上漲13.3% 預計境內債償還高峰集中在今年6月到8月 大學生進場呈唯一選項 中國青年事業率高 已熱議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深圳高等金融學院近日發布 2023年中國實習生招聘研究報告 稱在去年中國將近360個城市當中 製造業釋出的實習名額數量超過30萬 佔各行業實習名額總數的29.54% 與此相比 排行第二的諮詢軟體行業僅佔19.55% 報導引述2023年中國實習生招聘研究報告 指出 去年中國近360個城市中 市場上接近一半的實習名額 都分布在北京 上海 廣州 深圳四大城市中 其中 上海和廣州的製造業實習名額分別為36%與21% 在當地實習名額總數中 佔比都達到各行業中的第一名 不僅實習名額佔比高 隨著高校畢業生越來越多 進場上班也成為畢業生的唯一選項 中國16-24歲青年失業率仍居高不下 據中共官方公布數據已經超過20% 在微博上 廣東掀起大學生進場上班熱潮話題 也衝上熱搜 引來將近1000萬次閱讀 有網友表示 其實這就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現在就業形勢如此嚴峻 而大學生遍地都是 中共地方財政窮風了 中共國太離譜 中共國荒誕的事情很多 不過最近南京和貴州發生的兩件小事 說不清是氣憤 可笑 還是悲傷 讓人有種酸甜苦辣鹹 無味雜沉的感覺 來源歷史押韻的文章稱 在南京地鐵上 有一名女子在地鐵上喝水被開了罰單 地鐵回應是 列車禁止飲食 喝水也是飲的一種 發現了就要觸發 如果乘客渴了 可以下車再站台喝 喝完再上來 看到這個消息真是無語了 這摳字眼摳的也太死板了吧 你要是禁止吃東西 還能理解 但乘客只是喝水而已 要不咱們再認真一點 既然禁止飲食 喝水也是飲的一種 那麼口水也是水的一種 那是不是在地鐵裡驗口水也需要被罰呢 乘客滴血糖吃了一顆糖 這恐怕更嚴重了 這都屬於食的範圍了 乘客喝口水吃顆糖 又不影響他人 又不污染環境 在這個地方咬字眼 真有點離譜他媽給離譜開門 離譜到家了 他們給的解決方案是 乘客可以下到站台上喝了再回來 下一站如果還想喝 又下站喝再回來 下站喝水 然後上車閉嘴 一站又一站 這操作讓我突然想起了吃飯必須戴口罩的事 張嘴吃飯的時候刻意打開口罩 飯到嘴裡了就要戴上口罩 當時這個城管的表演讓人感覺到可笑又可悲 嚇到站台喝水和扯下口罩吃飯 不是一樣的荒唐嗎 吃一頓飯 估計要反覆幾十次取口罩戴口罩吧 喝一瓶水估計也要反覆很多次下車廂上車廂 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可總有人或許有意 或許撕鬧筋的拿著規定說事 說實話 很多規定都規定的挺嚴的 只不過平時沒怎麼去執行 一旦認真執行 大家都有錯 前幾天的新聞 一輛山東牌照的汽車 在貴州前東南從江縣高鐵站 被城管現場執罰鎖住輪胎 要求交罰款 理由是帶泥土上路是不允許的 看了這處罰 我還以為汽車是去泥巴路裡玩了越野 可看了照片上的泥巴 才覺得這或許只是你們當地公路沒有打掃乾淨 沒有泥路 哪來的泥 當地城管怎麼還有臉鎖車罰款 規定是死的 可執法的過程中是不是也要考慮一下實際情況 你拿個顯微鏡可以把所有的車都罰一遍 那樣收益更高 其實這些都是基層執法人員 拿著雞毛當令件 傷害不大 但侮辱性極強 光看這新聞就能看到 他們在規定的條條框框中 仔細研究怎麼創收的樣子 比如靈光乍線 他們在規定中看到必須戴口罩 在規定中看到可以發髒車 在規定中看到地鐵上禁止飲食 於是他們開始頭腦風暴 喝水也是飲 該罰 車輪上的泥巴也是髒 該罰 絲毫不顧這樣做是不是太離譜 絲毫不顧這樣做會淪為大家的笑柄 反正作為工具人 這麼做傷害的只是公信力 丟的又不是自己的臉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正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any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